- 各位投資朋友們好,我是路易斯坡,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營 那小路在錄影的時間點是在2022年8月26號下午的3點20分左右 跟各位分享今天的行情觀點 那今天也是禮拜五,祝福同學們六日都能夠休假愉快 那我們趕快來看今天的盤 其實今天的盤面我覺得上下震盪幅度說真的 開盤直接馬上就開高衝上去 其實波動幅度不大啦,其實你看盤中幾乎走的是一條直線 那五盤之後開始有一波新的賣壓出現,開始往下灌壓 那中場是小漲了78點,漲幅來到了0.52%,成交量2103億 收在15278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就15200點附近,上下做震盪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有個非常重要的消息滅壓公布 就是傑克森霍爾的全球央行年會的消息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市場上多半都在評估說 會不會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會釋出更多的經濟展望 對於通膨,對於升息的壓力 他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跟管道去做一個評估 這大概是市場上目前比較主流跟主要在關注的一個焦點 那我想今天五盤中的賣壓也是擔心這個會議 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消息裡面出現 大家都沒有把握的狀況之下 自然就會比較偏向於先站在調節的一方 做一下短線上的一個部位調整 那今天雖然才漲了78點 可是其實實際上上漲加速是遠高過於下跌加速的 大概是兩倍左右的差距 然後從盤面架構的部分其實你也可以觀察到 今天其實觀光跟航運,尤其是空運的部分 這個長榮航空或者是華航表現可以說是非常亮眼的 可能跟這個後疫情時代的想像空間再度打開是有關係的 你看今天觀光族群也漲了2.48個百分點 其餘像生計、汽車等等表現都不錯,超過1%的漲幅 那最有弱勢的則是在塑膠、電器電眼跟紡織等 今天跌幅相對來說比較大一咪咪,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技術線的部分 近期來講小路跟大家提醒到跌破了這個所有均線之後 其實你也不用過度擔心,就是因為沒有量 沒有量,雖然它也沒有很明顯的出貨跡象 所以前半周在跌,後半周在漲,然後收了一個上影線 依舊在這個頸線跟這個下降壓力線之間做一個震盪整理 什麼時候能夠有效突破,它就會帶領行情走出一波趨勢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位置點 那剛好時序來到了即將公布這個Jackson Hall的相關消息 也卡在這個時間,我覺得很剛好啊 所以下周很有可能就往上或往下進行表態 不知道就多看多關注,多關注這些國際消息 還有今天晚上的美股怎麼表現就可以了 那來看貴買市場的部分 貴買市場今天是漲了0.53個百分點 成長是791億,收在198.53 當然上了加速比下加速多蠻多的 也是一樣盤面上比較適合中性偏多來做解讀 觀光生計今天漲不超過一個百分點 那最弱勢的是在光電跟網通 今天跌幅相對來說比較大一些 那我們從指數的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指數最近他真的很強 有沒有,站上半年線 然後一路往上推升當中 有沒有,非常非常的強 對吧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提醒到 其實貴買指數他比上市還要強 就是因為他不只手穩的頸線 他還把下降壓力線 有沒有,這條膚色的下降壓力線給成功的突破 所以中小型股一般來講 現在就是會優於上市的股票 因為上市還有一個保蓋子在那邊壓住 他沒有了,OTC沒有了 所以在這樣的角度之下 其實OTC真的比較強 我相信最近同學們應該都有感覺到 中小型股票好像比較活潑一些 確實如此 那整體來講的話 當然貴買就是也有量有沒有 量也滾出來 所以中小型股基本上他都有各自輪動表現 板塊輪動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非常讚的 至少盤面上還是有多頭的火種 所以基本上不用過度去悲觀解讀 那就看Jackson Ho能不能夠給盤局 更多的一些方向的指引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籌碼的部分 今天的三大法然是全部都站在買方的 合計買了70.04億元 其中外資今天買了34.98億 相較於昨天買了16億而已 今天有稍微再加碼一點 34.98億 投信繼續買21.09億 連續46天買超 這個投信已經很積極的在這邊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去做一個低檔的少貨動作 當然配合國安基金的一個護盤 那買超的天數也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顯示很積極的在做一個布局 當然也是搭配這個政策的關係 所以從今天的現貨角度看 當然是中信偏多啦 都是站在買方嘛 中信偏多 然後期貨部分昨天的口述又來到5155口了 又... 這是今天嗎? 不是嘛,昨天嘛 我記得515是昨天的 口述還是非常的保守啦 當然也是擔心這個Jackson Ho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沒把握 所以就先做一下減碼的動作來應對 即使我知道下面有國安基金 我也會擔心 不一定什麼時候國安基金都護得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一些這樣的一個 籌碼鬆動的狀況出現 然後在融資的部分小貞 你看才剩2億而已 因為現在散戶本身就沒有在關注市場 這有講過蠻多次的 然後融券維持一個高檔的狀況 那關股捐商的部分 目前還是維持一個偏多流昌量 最近有在做一些加碼減便宜的動作 尤其是在上半週行情比較不好的時候 有在做進場的一個護盤 大概是你明顯可以看得到的 那國際股市來講的話 昨天的美股市大值數全線都是收漲 尤其是肺辦長的3.66個百分點 跟拜登要簽署的相關法案是有關係的 帶動整體市場的情緒 標普也拉起來 道全拉起來 納指我是跟大家提醒 這地方很重要 因為是一個關鍵頸限 好在有拉起來 那接下來一樣 這個也沒什麼好說 就看Jackson Hall怎麼演了 好不好 就看Jackson Hall 所以這個禮拜五六日 請你盯一下國際消息 請你盯一下國際消息 那如果你不想盯的話怎麼辦 你可以先去follow我的Instagram賬號 小鹿金融實戰 我在禮拜六禮拜天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Jackson Hall的相關消息 你直接掌握我們的分享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來到的是個股的分享 那個股分享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要先看一下 我們一些主流的 最主要的 這個台電今天漲了4塊錢 0.79個百分點 那收在512塊 好不容易小跌破頸限 又給你拉起來 但是量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量能真的是少的可憐 今天是12800多張 我記得昨天還前天只有9000張 這量真的是越來越少 市場都沒有在激情的湧入 有沒有發現 就沒有這個動能 真的是沒有這個動能 然後聯電 聯電也是開高走低很可惜 開個高高的整個給他收下去 繼續走橫盤整理 也一樣沒有量 量真的越來越少 發哥走橫盤整理 這個都沒有太大幅度的表現 所以你會發現指數 他也沒有太大激情的表現 就是因為這一些全值電子股們都沒動 紅海也沒動 那今天盤面上說真的 比較亮眼的各股 當然還是圍繞在 有一些汽車車用車電的 還有像觀光旅遊的三副 今天是亮電擋停板 還有觀光旅遊解封概念的華航 長榮航 今天表現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都還蠻不錯的 那比較弱勢的股票部分來講的話 今天還蠻多 要嘛是漲多的 我們不是要投機的 或者是有特定消息面在引導 有沒有像短片漲多 像輪飛 各位輪飛 輪飛漲成這樣子 今天小跌一下 這也沒跌多少 只是說這種股票 說真的 你可能要有比較靈通的消息 或者是你有自己獨特的view 否則 你去觀察一下他們的獲利數字 你觀察他們的盈餘的部分 你就會發現 這個股價好像跟基本面有點嚴重脫鉤 那就當然看你要怎麼去解讀了 你可以解讀他買的是未來想像 你也可以解讀他操漲了 都OK 那至少你就選擇你符合你系統 符合你邏輯的股票就做操作 我覺得就是你的一個操作的一個不二法門了 好 那我們一樣再來聊一下 還有同學跟小路 想要希望小路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觀點 舉個例子來說 像同學有貼到貼一堆新聞 講說工具機的看法 還蠻多的這種自動化展結束之後 或者是工具機的協會的理事長也跳出來說 明年或今年下半年的展望 其實都是不怎麼明朗的 所以想要問問我 對於工具機產業這個族群的一個想法 那基本上工具機是這樣子 工具機 工具機還有一個蠻大的一個市場 叫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大家都知道 在整個2022年他們面臨很多困境 包含像庫存 電子庫存很多 這大家都知道嘛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他們的 之前有一個那個能耗雙控 大家記得嗎 要控管能源的 然後還有疫情的反覆 然後再加上又有限電的問題 整整的問題 其實都讓整體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有點蒙上一層陰影 那所以他們現在全球都在升息對不對 他們在降息 他們在降息要救經濟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本身在大環境的格局 對於這種工具機要出口到中國大陸 讓中國大陸去做一些建設的 其實是比較吃力的 說真的比較吃力 但是之前投信其實也曾經認同過 有沒有他也認同 可能最遭狀況已經過去了 所以他在這裡有買 有沒有6月份 有曾經買過一波 但是但是好像放棄了 有沒有 放棄了就往下跌 就往下跌 他也開始出場了 有沒有殺在低點 那我自己本身會這樣去思考 其實你看不論是上癮 還有什麼 亞德克 概念都一樣 投信之前都買過 然後都在低檔認輸了有沒有 這低檔認輸了 還有什麼 賺權 賺權有點忘記古號 賺權 因為現在盤面上熱門 現在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工具機 賺權 也是一樣 之前好不容易嘗試攻一波 結果沒成功 入下 但投信在低檔有減 這兩個比較特別 然後還有像153年的亞威 這也是量很少的股票 那都是工具機族群 那至少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想看 會優先看亞德克跟上癮 這是比較大咖的 比較龍頭的廠商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公司派老闆也講的蠻明確的 就是接下來下半年 或明年展望其實說真的不是很明確 然後 真的是大家比較沒有把握 像上癮說了 工具機明年是不樂觀的 明年是不樂觀的 所以 他們也強調說 訂單真的有一些趨緩的力道出現 也是因為中國大陸 目前以後自己本身很多問題 所以在中國大陸經濟 還沒有明顯起色之前 他們可能都會承受 這樣的消息面的壓力 但是 但是要特別提醒 如果中國大陸的問題開始解決了 他開始拉貨了 這一類型的個股 就有機會從底部開始起漲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不用這麼悲觀去看 不用這麼悲觀 反而你去留意的是說 消息面公布之後 這些股價能不能一直持穩 一直都不破 一直都不破這個低點 一直都不破這個低點的話 那 再糟的狀況 他都沒辦法破低 不就是最糟的狀況已經過去嗎 我都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思考 目前在底部的股票 所以你看他公布的這個 展望不好 展望不明確等等 相關的利空消息 又跌嗎 好像也沒什麼跌了對不對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空手者 當然你要在這邊急著介入 我是覺得不用 因為短時間他應該不會動 但是 但是你可以先去記著 他目前是在低檔底部的機會 後續如果真的開始有些起色 開始出現平台突破 開始往上轉強的時候 那代表最差狀況 真的過去開始要轉強了 那就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去琢磨這樣的個股 籌碼非常的乾淨 優勢就在這地方 好不好 這大概是我覺得工具機的機會 雖然現在看起來不怎麼明朗 但不過業績至少還不差 營收 然後你去看他的 獲利 其實也都不差 說真的你看上班年算7.61 說真的都不差的 所以我倒是覺得 等待 等待後續中國大陸的問題漸漸緩解 等你看到中國疫情開始趨緩了 或中國的經濟開始成長了 工具機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口袋名單 因為隨時會開始重啟拉貨 OK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好 那同樣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PP的選股 那APP的選股的部分呢 也是幫大家追蹤一下近期的表現 最近有些個股很強是我們APP的SOP股票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上品這檔個股 這個你有在我們的APP 你有下載我們的APP 你有訂閱我們APP的話 你應該就很清楚 這個這檔個股是8月22號的SOP股票 選出貨每一天都是大漲的 每天都大漲建議漲4.7個百分點 盤中一度甚至漲幅超過5% 非常非常強的股票 然後還有像是我們在VIP社團裡面是不是談到的 像是那個自行車 我們自行車最近是不是喀嗒 其他一檔接一檔慢慢開始推上來 我們的APP 選出過利期有沒有印象 是不是選出過利期 然後呢 是不是選出過日時 對是不是這裡選出日時 然後是不是這一天選出 這一天8月23選出IDR IDR今天盤中亮燈漲停 今天盤中亮燈漲停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們的APP有一個非常大的 強大的隱藏功能 就是它可以去幫你捕捉族群性 這件事情我也在我們的VIP專區裡面 跟同學們報告過 就是族群性的捕捉 那為什麼這個族群性的捕捉是有利的 因為你要思考我們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找的是有數據的好公司 然後呢股價還沒有大漲 正要準備起漲那種股票 對吧 利期選出來了日時選出來了 然後呢 現在 IDR也選出來了 當然整個板塊就是往上推 就是往上推 你有沒有印象 我們之前在講高爾夫的時候 有沒有 明陽 之前四五月份這裡啊 明陽對不對 是不是明安 對吧 同一個板塊開始動 所以它就有機會展開一個波段行情 邏輯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邏輯是這樣子 OK 所以日時今天還在我們的榜上 有沒有日時 然後 健林 這也是之前選出來的股票 然後紅光 這個紅光 微強點 這也是我們的SOP個股 有沒有 還有印象嗎 可以掉我前一天的影音 每天往上推 每天往上推 非常的強悍 OK 非常強悍 然後明望石 這個是之前的波段 波段走勢很欺凌的 這個是7月11號的股票 7月11號 非常欺凌的走勢 然後永鑫 這也是之前很多同學可能覺得 哇小鹿漲多了 怎麼在這邊選出來 沒想到還可以這樣漲 沒想到還可以這樣漲 對吧 昨天的SOP是台半 這個 同學應該知道 如果你是APP 你有訂閱的話 昨天你根據SOP選 你就選出台半 台半今天盤中插一個TIG漲停板 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雖然盤局指數 也不是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 但是實際上 還是有個股在做活動的 只是可能比較少 好不好 可能比較少 那最近有些生計股票慢慢還動起來 這個經營生計 我今天量能爆出千張了 慢慢開始往上推 看一下他的數據 營收都雙位數的高成長 有沒有 盈餘的部分 盈餘 盈餘的部分開始獲利放大 而且成長幅度蠻驚人的 所以上戰的歌舞就是有基本面 然後呢 今天股價 開始出現突破 你就會慢慢開始發現 這樣的一個機會點出來 ok 然後又日池 然後冥望石 然後材料 光榮 艾蒂亞 艾蒂亞還在這邊 有沒有 艾蒂亞 然後台端 永新上品 這都之前選出來的 光榮 光榮連續 兩個策略都選出來 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 我覺得大致上是這樣吧 股價其實都不少啦 然後代表說什麼 盤局是ok的 盤局是ok 你真的可以考慮去做一個操作 著量操作 我覺得都沒太大問題 你不要說 小鹿我在這邊跟你硬拼 有什麼 O硬拼 不要做這種事情 好 不要做這種事情 風險是很大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內容 就跟各位同學分享到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內容有幫助你的話 記得幫小鹿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如果你想學習最標準的話 注意流程 記得訂閱小鹿台股實戰的APP 那麼我們今天影片內容就到這地方結束 感謝同學們的收聽 祝大家六日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掰掰